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轻轻按下地球仪的按钮 一条由灯泡组成的光河立刻从温烧宝一路延伸到白晶汉宫 让伦敦的夜晚一片缤纷 在此同时全英国与其他大英国协成员 一共54个地区的3000多座灯塔也同步点亮 纽西兰原住民更以传统仪式参与庆祝活动 6月2号稍早的白天 女王也在黄氏成员的陪同下 站在白晶汉宫的阳台 欣赏盛大的阅兵仪式 为1.4天的白晶喜庆典活动揭开序幕 在观赏空军的空中分裂式表演时 女王抬头看着飞机 排出象征她登机70周年的字样 心情显得相当愉快 不过陪在一旁的小曾孙 4岁的路易王子 因为飞机的巨大声响捂住了耳朵 调皮的模样成为媒体关注的另一个亮点 而官吏的黄氏成员 少了近来丑闻缠身 同时感染新冠肺炎的安德鲁王子 至于已经不再执行皇室任务的 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 则被媒体拍到搭车前往白晶汉宫 显然是特地从美国回来为女王庆祝 包括英国本地和远从世纪各地而来的民众 齐聚白晶汉宫前参加庆典 当被问到如何用一个词来形容女王 各个答案十分正面 不过就在阅兵典礼热闹举行之际 却有几个关注气候变迁和动物保育的抗议人士 突然从人群中冲了出来 幸好立刻被警察制止 没有酿成更大的意外事件 包括美国总统拜登 法国总统马克宏等各国政要 都纷纷向女王表达祝贺之意 而根据媒体的评估 与沙白女王白晶喜的各项相关庆祝活动 渴望为英国零售和参与产业 创造超过六十亿英镑 约合两千一百八十三亿台币的巨大商机 新新闻甘生轩林立卫报道 新闻甘生轩林立卫报道